我与孟元熙同时被人从大火中救下 可苏醒后 他才华惊天下 策论醒世人 就连我的未婚夫太子殿下 也要为了他与我退婚 他说在这个世界 他是命中注定的赢家 可我漫不经心地道 重来一遭 已经毫无长进 我与孟元熙同在归元寺的大火中被人救下 在经历了数日的昏迷之后各自苏醒 其后半年 整个京都都流传的是他的圣名 而我沉寂半年 闭门不出 直到我急激荡天 太子亲自登门 他说他要退婚 那天 千元静放 兵棚满座 为我庆贺 而他身着一袭云锦滑袍缓步而来 一位浮动间 便夺去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亲口对我说 孤与你青梅竹马屎都在 从前少不经事 便以为可以护许白头 而今才知这不过是兄妹之情 这桩婚事便作罢吧 众人窃窃私语 投来各色目光 原本盛大的鸡鸡里 瞬间变成了一个笑话 父亲当场恼怒不已 历生则问道 殿下这是欺我将是无人的吗 太子流露出几分歉意 而后微微拱手道 江大人 对不住了 为表歉意姑已经向父皇 请指侧封燕如为昭炎郡主 日后姑也会视他如亲妹 顿不会让旁人欺负了他 我拦住冲动的兄长 而后一步一步走到太子的面前 没有众人想象中的痛哭流涕 更没有悲痛欲绝 甚至连半句指责都没有 只冷静地道了一句 这婚事一退不一劫 今日若退了 便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可他置地有声地落下二字 不悔 听到这句不悔 我便是然了 记忆中曾有人在飘泼大雨中 夜口江府大门 满身华府已然湿透 一身微以气度尽属舍弃 只为对我说一句他后悔了 我命人真久 而后举杯敬他 轻笑道 殿下饮过这杯酒 以我婚约便就此作废 青梅竹马之意也止不于此 愿你此后宏愿的尝 良人在侧 他似乎惊讶于我的平静接受 可是仍迫不及待地将那杯中酒引进 道了声 多谢 或许 他在谢我的不纠缠 谢我的成全 我放下酒杯 迎着他那惊诧的目光 平静地说道 曾经我也是个不服管教的性子 肆意妄为 后来你我定下了婚约 人人都说我是未来的太子妃 我若做不好便是给你丢脸 所以我便努力去学 历经数载 后来的我善秦奇书画 通经十字极 学宫廷礼仪 只为了匹配身为楚君的你 今日唯一谢你 让我这一身稚固 终是可以就此卸下 我一语罢 在场众人都露出了几分唏嘘之色 我与他的婚约是先皇后临终前定下的 我背负这份婚约数载 终不得肆意而活 听着我为他付出的诸多努力 他的眉眼间也闪过一丝复杂 隐约有几分愧疚 他离开时的背影略显仓皇 在无来时的从容坚定 兄长问太子为何会如此决绝 我低声道 大概是为了孟元熙吧 他将我们之间的荒诞落幕 闹得举世皆知 用这一场世人见证的退婚 来向孟元熙表明他的赤诚真心 孟元熙 苏醒后 与办男装 参加科举之事 闹得沸沸扬扬 最后竟是太子立宝 让他免于责罚 天子出题考量 可他妻不成师 出口成章 一进侧城上 分别就御官 安民 风才 治军四端禁言 其策论阵龙发聩 朝野瞩目 天子惜财 退社之 一时间 他在京楼风筒无俩 成为了众人口中的传奇女子 就连当朝太子也为其折腰 房间流传着他们的诸多佳话 我被救出来后 身居检出的这半年 太子也曾来看过我几次 可每一次 他都提到了 那个他在民间认识的孟兄 眼眸里的赞赏之意都快溢出来了 他提及那位的次数越来越多 来看我的次数就会随之减少 在他的描述中 那位孟兄颇有大财 心有秋鹤 身上的洒脱与不羁 是他身为皇室子弟罪求而不得的东西 那人懂他所想 他因淫威之己 初始满目赞赏 可后来他渐渐变了 眉头总营绕着几分酬绪 面对我的时候总是欲言又止 想来那时候 他已知道了 那个与他秩序相投 视为知己的孟兄 竟是一个女子吧 一个让他为之心动的女子 他们之间的风言风语 早已传入我的耳中 据说太子同他在南山纵马 叫他弯弓设宴 太子为了他翻遍弓中藏书格典籍 只为了找出他随口提及的孤本 哥哥疑惑不解的问我 为何你能这样平静的接受太子的变心 能这样轻易的答应退婚 明明你那么喜欢他 因为我曾执念过 强求过 可他心已已改 我除了一身狼狈 还能剩下什么 既知结果 那不如洒脱放手 留下最后的体面 是我不要他了 听到我这句话 哥哥的眼眸里满是震惊 他不懂为何我也变了 我与他的婚事是先皇后 临终前定下的 将是兴盛百年 到祖父之二 输了三代首府 先皇后想让江家 成为太子的助理 如今是他新手起了这助理 对于太子 执意退婚之事 皇帝气得不轻 又将父亲叫过去 安抚了一通 他退婚之后 便迫不及待的上奏 请求策立 孟元熙为东宫太子妃 最后陛下竟说 让郑策二妃同时入府 而策妃出身于世家阳氏 父兄怕我难过 提议让我去别院住一段时间 可我拒绝了 京庄的好戏 刚刚开幕 我又如何能走 我遇到孟元熙的时候 她眼中满是怜悯 怜悯中带着莫名的优越感 她的目光中永远有着轻视之意 江姑娘 你们这些大家闺秀 端庄的像极了一个个提线木偶 勿论无趣且古板 这就是太子艳了你的原因吧 你别说着 她还摇了摇头 似乎很比这份端庄 若说杀人诛心 也不过如此吧 我看着她此刻的亲密目光 笑道 得不得孟姑娘潇洒肆意 是这世间规矩如五五 听我这般说 她似乎很是受勇 语气中满是得意与俱傲 是啊 殿下说她最向往自由洒脱的日子 也期望能做个行止犹新的人 而你给不了她这些 听问太子已经请止 不久的将来政策二妃同时入府 真是可喜可贺 叶如已备好后礼了 我花音落下 她的脸上神色出现了几分异样 质地有声的说道 殿下的心容不得这么多人 我要嫁的人必须此生为我一人 她的言论足以震惊这世间的其他女子 而我毫不意外 我颇为惋惜地说道 那真是可惜 殿下身为储君 只怕要让你的期待落空了 她眉眼微挑 似乎是被激出了胜负欲 痴笑道 你做不到的事 我偏要做成给你看 数日后 赐婚的圣旨降于孟家 太子亲自前去班职已是重视 可众人没想到孟元熙竟然当场提出 要与太子一生一世一双人 若不能 她情愿终生不嫁 她的言论让众人侧目 更让朝野震惊 而左右为难的便是太子 孟元熙这般有恃无恐倚仗的便是太子对她的情分 而她字字句句也提及的是与太子之间的情 世间独一无二 段容不下第三人 太子从没见过这般胆大肆意的女子 更没见过这种此生唯一的决绝 她当场红颜 只说此情之重 她已明了 绝不负她 最后 她挟着她的手 同跪在岁雨殿外 请求陛下收回侧妃入府的旨意 所有罪责她愿意一意承担 若不允 她便常跪不起 他们整整跪了一日 帝王弃得茶杯都摔碎了十几盏 先皇后与帝王是结发夫妻 陪着她走过折居八蜀的艰难岁月 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情分 而太子是她亲自教养的孩子 对于太子她终是有寻常百姓家的慈父的那一面 最后终是帝王心软了 夜色朦胧时 她与了太子所求 孟元心如愿地嫁入了东宫 成为东宫唯一的女主人 京中女子起初觉得她疯了 而今各个艳羡不已 能让一国储君情深至此 空置后院 是些女子不敢奢求的一切 她尽数得到了 她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衣着锦绣 满面春风 身后的是女手中捧着一个盒子 这些是你这么多年来送给锦安的物件儿 如今也不适宜留在东宫了 锦安说让我拿来还给你 叶锦安是太子的名讳 她故意这样称呼 便是为了彰显亲近之意 顺道隔音我罢了 我扫过盒子里的书间 毛笔 流苏坠子 每年到生辰时 我就会送一个小物件给她 皆是精挑细选过的 没想到金已经积攒这么多了 我命丫鬟接过 轻笑道 有劳太子妃亲自来送还了 可惜太子昔日为我捕捉的夏日营火 为我燃放的焰火圣景 终是无法归还了 她眼眸间闪过不愿 而后迅速眼下 故意说道 太子视你如亲妹 日后我也会如此待你 那便谢过了 我表现得太过云淡风轻 倒让她促起了眉头 似乎丧失了几分成就感和喜悦感 江彦如 你这样波澜不惊 会让我觉得赢得太过容易了 丧失了挑战性 你们古代女子 便是这般逆来顺受 唯唯诺诺骂 愚昧至此 毫无主见与魄力 当真可笑 她的眉头凑得很深 眼底轻蔑 不屑之意尽险 她这样的反应在我的意料之中 她瞧不起我 或者说 她瞧不起的是她口中的古代女子 这整个群体 挑战 如此说来 太子殿下只是你的战利品罢了 我坐在鞦韆上 太末凝视着她 只见她吃笑一声 不以为意的说道 是 与你而言 她是青梅竹马多年的未婚夫 与我而言 她只是一件值得炫耀的战利品 她的深情与权势 她的爱与宠 是我走这一遭必然会得到的东西 在这个世界里 我将是命中注定的赢家 我初次听这番话的时候 不理解她的狂妄自大 悟空一切是从何处来的底气 我也不明白 她为何总是带着高高在上的俯视视角去看所有人 可如今 我已经是第二次听到这番话了 而我也明白了 她为何总是在我面前说这些 更明白了她为何不愿意放过我 因为那些是她亲手从我这儿抢过去的 每抢走一剑 她便更得意三分 直到最后抢走所有 她便可以高高在上的说上一句 古代女子就是这般愚昧无用 她得意洋洋的离开了 丫鬟心有不愤 丁声道 她抢走了本该属于小姐的一切 竟然还敢这般猖狂 我将高点递给了小丫鬟 安抚着她 能被抢走的 那皆是不属于我的 我也不稀罕要 那日我刻意提起政策非同时入府的事情 本就是为了击她 可是她太急于向世人昭示她的成功 向世间女子证明她的与众不同 所以迫不及待的用这样极端的方式 来得到这份独一无二 如今的局面 她满意 我也甚是满意 望着孟元熙离去的背影 我嘴角含笑 指尖倾抚着树梢之叶 漫不经心地道 我重生归来 你若毫无长进 这盘旗可就稍显乏味了 孟元熙虽成了太子妃 可是皇帝明显不喜她 当日虽稀才 可她后来的种种举动也将那些好赶败得差不多了 可是太子偏就爱及了她那锋芒毕露 行之犹新的模样 或许那就是她渴求却不能实现的 她希望那份自由洒脱 能在孟元熙的身上实现 哥哥对孟元熙夜舞到了极点 更是看不得她处处找我的不痛快 恰逢十五 我便要求哥哥陪我前去寺庙进香 只说是因上司死里逃生 心中后怕 哥哥听完便急着去准备 可是这一次我挑选的随行之人 除了一两个小丫鬟 还带了乳娘和几个嬷嬷 哥哥则挑了些得力的护院随行 到了报过四季香之后 哥哥着急回府 我却执意拉着她四处转转 直到人群中出现惊呼声 说是有一妇人似有早产之兆 围观人群荒作一团 急忙将人往后院安置 我让哥哥带着别动 转而带着几个婆子 朝着后院而去 哥哥说我还未出阁 不宜去这等场合 我说人命关天 几个嬷嬷都是过来人 若是有危急之处 也能派得上用场 他拗不过我 只能勉强嬷下 后院众人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妇人的疼痛呼喊声越来越急促 他身边伺候的丫鬟们慌乱无措 我走到那些人身旁 沉声道 我身边的嬷嬷们也是帮人接生过的 若是信得过 不如让他们一试 那些人像是找到了救星一般 可是仍不敢擅自做主 最终是那妇人亲自点头 嬷嬷们进了室内 我坐在外面安静等着 可是那些丫鬟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直到婴儿哭声响起 母子平安 众人才松了一口气 那些丫鬟着急着簇拥了上去 侍从则是忙于回去报喜 我带着几个嬷嬷 悄无声息的离开了 刚出后院 便看见孟元熙一行人匆匆而来 当她听说后院妇人已经平安产子的时候 看着我的神色灯是大变 满眼皆是疑惑和不可置信 前几次她见我总是透着胜券在握的优劣感 而今天是她的镇定面具首次军列 这不可能 她的眸光中首次出现了忌惮和畏惧之色 我从她身边擦身而过 似有若无地说了一句 你以为知晓未来使得 只有你一人吗 话音落 随风而散 她侧过头来盯着我 似乎在确认那句话是否真实出现过 可我并没有停下脚步 反而缓不离去 若有她一心四起 备受煎熬 此日 听丫鬟说府中来了贵客 执意要见我 我到了正厅 便见那郑国将军朝着我拱手一礼 多谢江姑娘昨日就内子姓名 若是没有姑娘让身边嬷嬷出手相助 后果不堪设想 此等大安 本将为此难忘 这阵仗 便是父亲和哥哥也都吓了一跳 人人都知郑国将军与我父亲向来政见不合 见面便吹胡子瞪眼 今日亲自登门 父亲还在疑惑她所为何来 没想到见面便是拱手抱拳行了个大礼 父亲也当场愣在了原地 勉强挤出一丝客套的笑 我欠身还礼 而后道 将军严重了 看见夫人和公子平安 我便也放心了 那郑国将军拉着父亲好一通寒暄 仿佛二人之前从无局域 而是多年好友一般 他还说带幼子满月 要一家人亲自登门致谢 与郑国将军化干戈为玉伯 与江家 与朝廷 皆是姓氏 父亲也乐见其成 只有哥哥眉头紧锁 试探性的问道 妹妹 为何我总觉得这些事皆在你意料之中 我反问道 难道我是神仙不成 还能为补先知了 他挠了挠头 似乎觉得有哪里不对劲 可是他又说不上来 只能欲言又止 化为沉默 那郑国将军的夫人 本就是突然早产 身旁侍奉的壁仆都没料到 又有谁能猜到我是提前得知呢 至于孟元熙 只能说其他事在他意料之中 而我的提前出现 在他的意料之外 前世 太子费而复礼 便是因为身后有郑国将军的支持 可这一世 孟元熙来迟了 郑国将军府大半满孕孕之时 盛情相邀 竟让我坐于主桌 将军夫人更是拉着我的手 夸个不平 而孟元熙则被冷落了 人人都知道是因他的介入才导致太子退婚 这等情况下 将军夫人只是向征信的行了个礼 便不再顾着他了 他手中的帕子被捏得变了行 自他从活在现场被救出来后 他就没受过这等冷淤 从前他也不过是 京中归秀中不慎其眼的那一个 多年来岌岌无名 而后脱胎晃骨 惊艳众人 此后一直是京都的风鸣人物 难得受此冷淤 我与太子相逢于耻愿之策 他的眼里有些许愧疚 而后道 雁如 愿你再责加配 我再执念了 不要因孤单误你余生幸福 他以为我还在记挂着他 我摇头轻笑 只觉得有些讽刺 前世我却是执念良久 大病一场 可他置若罔闻 不曾过问半句 只沉浸在梦元熙的温柔箱里 而今我眼里心里都没有他半分位置 他却说着这般关怀之欲 我默视着他 转头离开 却撞见孟元熙在远处看着我们 周身透着寒意 满月宴结束之后 太子便被派往沿海之地 调查贩卖私盐之案 可是太子刚去粤语 便传出太子妃病重的消息 前世孟元熙也的确病重过一阵子 可是距离这事发生上需两年 彼时是因为太子对他情义淡化 欲纳侧妃 他才服了一种姚可义装病 太子见他病入肛肓 也一级当年那初见经验 再见清新的过往 他也趁着太子陪他的时间 重现过往的美好回忆 并取着那上穷壁 摸下黄泉 生香随死相伴的感人诺言 直到太子对他情深如稀 他也就渐渐病欲了 可现在 他似乎感受到了威胁 便将这些动作都提前了 太子听闻他病重 已顾不得那嘶言大案 将那些事交脱于尘下 便慌忙回京 可太医院的太医们束手无策 最后却是一江湖神医入府医治 那位神医说 若得一位奇物作为药引 便能医治 此物名叫雪狐连 比那冰山雪连更为稀有 唯有此物 方可救命 可是就连国库中 也没有着真气之物 其后那神医又道 若是取服用过此物的人 一滴心头血入药 也可起相同功效 这消息传出来的时候 满经之人的目光 都投向了江家 我又是患病 便服用过此药物 显而易解 孟元熙这便是冲着我来的了 所谓的江湖神医 大概就是与他沆瀣一气之人 哥哥说东宫之人若赶上门 他就打着他们的腿 可是该来的终究会来 还是太子亲自登门 哥哥手中的棍棒 差点落了下去 得亏是父亲及时叫住了他 太子满脸憔悴 眼眶微红 朝着我俯身一一 声音也略为有些沙哑 叶如妹妹 元熙他病入膏荒 时日无多了 求你救救他吧 他病入膏荒 与我何干 我眉眼微挑 反问着他 他显然被噎住了 正在了原地 过了半晌后才说到 孤知晓你是介意退婚之事 可是万般过错都是孤的错 你莫要迁怒于他 而今不过是取一滴心头血 便可救他的命 与你而言 又有何难 太子说的这般轻巧 还真是刀不弯在自己身上 便不觉得疼 我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之意 他竟满眼都是错愕 你何时变得这般冷血了 我看着他如今被蒙在鼓里 就像个傻子一样 只觉得甚是可笑 他这般失态 倒让我对孟元熙的把戏起了好奇心 我拍了拍衣袖 那我就随你走一趟吧 且去看看情况 哥哥满脸紧张 可拗不过我 便挑了些会武功的侍卫与我同行 其实 不必如此 入了东宫 我瞧见孟元熙靠在他上奄奄一息的模样 屋内弥漫着药味 不得不说那江湖神医给他的药 还真是有些神奇之处的 这病重垂危之相足以乱真 若非我早知实情 他也觉得他不久于世了 我让众人退了出去 屋内只有我与孟元熙二人 他高一声低一声的咳嗽着 只有你我二人了 你也不必伪装了吧 我悠然落座 抚摸着指甲上的扣单 他魔光微冷 定定的望着我 眼底透着探究和打量 你什么意思 你装病设局异常 目的不就是我吗 心头血入药 真是可笑 我抬眸逆着他 这一切伪装被骤然看破 他眼底浮现出几分慌乱无措 可片刻之后 他又定下了心神 嚣张的笑道 那你还不是为了太子来了吗 你的心上人 亲自让你取心头血为别的女子入药 这种感觉痛彻心扉吧 我缓缓起身走到他的踏前 伸手捏住他的下颌 微微用力 居高临下的看着他 轻笑道 你还真看得起他 他的眼底闪过错愕与畏惧 既然你想让我担一个大义旧人 菩萨心肠的名头 那我就如你所愿 今日我寄来了东宫 想来太子妃不日便会病遇的 对吗 若不能病遇 那便是时候让众人看看太子妃的把戏了 我缓缓说道 他听懂了我话中的威胁 而后眼底闪过不甘 辛苦他机关算计 却像一个跳梁小丑一般 我缓缓松开了手 转身便出了房门 太子在院中焦急等待着 看着他这般模样 我随意说道 太子妃不日便会病遇的 他不明所以 而我安然回府 哥哥不明白为何我全身而退 依然成了太子妃的救命恩人 太子妃病情好转 渐渐病遇 宫中的赏赐源源不断送到江府 我却未看一眼 只能说梦元熙这次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只能硬着头皮刃下是我救了他 这两次 皆是我占了先机 而他病遇之后 似乎乱了方寸 因着先前的种种举动 以及此次太子扔下药案 匆忙回京之事 陛下对他越发不喜 对太子也渐渐流露出失望之色 他急于挽回地位 更是频频出头冒奸 他预言西南蛮帮 将生意动 而数月之后 西南之地变声暴动 陛下打算秋日前往围朝狩猎 他断言此行不及 一力劝阻 而围场之行 恰于山体滑坡 一时滚落 次年雨季 他诱言江南将会决堤 没想到 庄庄渐渐全都应验了 一时间 天下人将其引为其谈 而各府之人也纷纷求见太子妃 请他测未来 断吉凶 我于茶楼之中悠然饮茶 听着楼下说书先生派着金堂木 说着当朝太子妃的传奇故事 闻者无不震惊 那些人皆叹她是神女将士 这才能欲知世事 个个脸上皆是膜拜之意 我放下一定银子 在那一片贺彩声中悄然离开 孟元熙 这一世 终究是你心急了 在东宫宾客迎门之时 天下第一相师 许夫亲自出山 拜见天子 言心向友谊 妖女将士 霍乱江山 触怒天意 降下天法 若长此以往 国作不稳 朝代更迭 此言一出 矛头直指东宫 房间流言 更是越野欲猎 那些说书先生 从归原寺火灾讲起 隶属孟元熙 被救前后 性情变化之大 判若两人 更言及她当日所作之策论 便立世事 洞察天下 绝不可能是一个 深归女子所作 而她此前 在经都归秀中 美人众人 毫无才名 转而一息之间 才华精事 实在反常之极 其后更是贫贫易举 女扮男装参加科举 还蛊惑太子 为其空置后院 更能预测未来 顿世事吉凶 而太子自从遇见 孟元熙之后 亦是不复 从前之贤德 而今色令至昏 懈怠正事 罔顾祖宗规矩与法度 此间种种异象 皆是妖孽作祟之相 就连街上童谣 也都唱着妖女出 灾祸声 将煽乱 联想到相世之言 房间百姓皆说 原来并不是 孟元熙能遇之灾祸 而是她本为妖女 勾引储君 引下天法 带来灾祸 我不过稍稍推波助澜 短短跃鱼 她已经从百姓心目中的神女 变成了带来灾难的妖女 而杨氏一族趁机上奏 请求绞杀妖女 害天下太平 房间响应者中 富上万民数请愿 帝王下旨 将孟元熙即刻下雨 事发突然 而她仍沉迷于旧某 她想不通为何自己一息之间 能从众人追捧的神女 变成了妖女 成为了人人喊打地接下求 我与哥哥站在茶楼高处 哥哥不免唏嘘 昔日尊荣加深 风光至极 今朝却四面楚歌 人人喊打 我台默笑道 这难道不是必然的结果吗 她从不在意世家生存之道 今日哭过 早有预兆 太子为她武力胜宜 满京女子虽羡慕这般深情与荣宠 可是终是成了众矢之地 帝王不喜 满堂朝臣口诛笔法 杨氏一族心有不分 孟元熙算是亲手把自己 推上了风口浪尖 而今恰好是抢到众人推罢了 至于她是神女还是妖女 又有谁真正在意 哥哥点了点头 而后长叹一声 这一事 孟元熙说的比我想象的更快 许多事和她预料的根本不一样 而我行事抢占先机 不按章法更是让她乱了分寸 此番还多亏了哥哥能请的许父出山 否则这些事也不会这般容易 文言 哥哥垂谋道 我思绪请了 可她出山却不是我的功劳 此话怎讲 哥哥叹了一声 而后覆手而立 急怒远望 沉生道 许父出山 是因为星盘之相真的有意 朝中局势将有大变 这一是许多事情的走向 已与前世大不相同了 算算时间 或许有些变故也到时机了 局势之变 当时东宫 前世太子历经两利两费 而今又当何去何从 孟元熙背下雨 可太子却不愿弃他而去 于岁宇殿外长跪不起 为其求情 可他的执拗 在帝王看来便是为女色所获 离师心智 不堪大任 这一次 愿由他跪着 帝王毫不心软 可是太子竟活同 其支持者练命上奏 气得帝王将折子摔在他的头上 所有人以为帝王只是一时之目 可是荡夜圣旨便降下了 谁也没想到废出太子的诏书 会来的这样突然 圣旨上写的是武力君父 结党迎私 丹于女色 不堪大任 太子已仗着帝王对先皇后的情谊 多年来稳坐处位 后来数次武力 让帝王日渐失望 而联合一众支持者为孟元熙求情 名为上奏 实为威逼 结党迎私 犯了帝王大忌 至于孟元熙 太子不再是太子 那他也不再是太子妃了 陛下的旨意则是绞杀 可他顾不得太子被废将会如何 却在狱中哭喊着见我一面 前世的他在被赐毒酒前 也是这般请求的 或许也该去见他最后一面了 他的手抓着栏杆 一太监师 满目猙獰 立声道 那日你说知晓未来时的不止我一人 是不是你在背后害我 我轻声道 难道你没想过是自作孽不可活吗 太子被废 已经无人可以救你了 他听到消息的那一刻 跌坐在地 满目苍凉 怎么可能 我传说而来 知晓书中每一个人的结局 世间是尽在我掌握之中 我不甘于岌岌无名 目录此生 所以我抢夺你的气韵 只为亲手改写结局 明明最初的一切都和我预想了一样 可是后来怎么就变了 他似乎很难接受这样的结果 他向来自负 总觉得动观世事 高人意的 可如今沦为阶下囚 命在旦夕 他忘了 从他不甘于书中命运 夺人气韵的那一刻开始 所有的事就已经有了变数 你从一开始便瞧不起这里的人和物 高高在上帝俯视着 总是透露着你的亲密 可以忘了 你对抗了从不只是一个人 这里能人辈出 亦有规矩法度 你凭借着那些透来的东西 招摇过世 盲目自傲 终有一败 我花音落下 他笑得疯狂 目光中见识不甘于执念 过了半晌 他才自顾自的开始说了起来 你知道吗 这是一个书诸世界 原本你会按照幼时婚约嫁给叶锦安 夫妻恩爱 五载之后 他会登基为帝 而你会成为他的皇后 你才是书中的女主 而我费尽心思 将叶锦安作为贪员而上的工具 可终是斗不过书中的宿命 这些话 前世他临死之前对我讲过了 如今只不过是再次重复一遍 明明是他野心作祟 从没有人逼他去争去抢 而今却怨天由人 前世的我最后也当了皇后 只不过不是叶锦安的皇后 因孟元熙的步步威逼 机缘巧合之下 我嫁给了旁人 而那人最后成为了帝王 我与他之间走过风雨树 实在是最佳的盟友 而叶锦安的太子位 经历了两立两废 最后起兵反叛 死于乱箭之下 而孟元熙则是被一杯毒酒了结性命 他确实以一己之力 改变了书中所有人的命运 他死后十五年 我病逝于凤朝宫 而我因心中执念未消 重生于十五岁时 也就是孟元熙刚穿书而来的这一年 可是这些已经没必要对他说了 于他而言 只有穿书而来的这一世 于我而言却是两世 上一世他夺人气韵 以身入局 改书中走向 所有人的结局都与书中不同 我本不愿与他斗 可他步步紧逼 我的存在只会让他夜不安整 退无可退 唯有迎战 最后我虽迎他 却也赢得不容易 这一世 我重生归来 带着上一世的记忆 而他穿书而来 仍一心想要改变书中结局 却不料 这一世所有事情的走向 既不同于书中 也不同于上一世 我转身离开的那一瞬间 拐角处有一人猝不及房地映入眼帘 看他出现在这儿 我便明白了 储贱之位虽被废 可深厚的视语 却未在一席之间消散 看着叶锦安微红的眼眶 冷漠的眼神 想来也在这儿战了许久了 该听的不该听的 大概也尽数听了去 他此时待他尚有真心 可他却说 他只是那个攀缘而上的工具 这句话将他的伪装尽数推去 话而言之 这太子之位上做的是何人 何人便是孟元熙的目标 他今夜来此 或许人未死心 或许还有相救之意 可惜却亲自撞破这不堪的一面 他倾心相待的人 视他为工具 他自以为的情深相许 不过是他的一腔算计 从头到尾 他就像是一个被蒙蔽的傻子 孟元熙所谓的真心 尽是伪装 毫无半分情意 而今真相揭开 于他而言 不只是欺瞒和背叛这么简单 更将他多年来的 骄傲粉碎的干干净净 他在世人面前 对他的情深与维护 也都见成笑话 我屋子离去 剩下的便是 他们二人之间的事情了 此日 我便听说孟元熙死了 被绞杀于狱中 行刑的内奸去的时候 恰好叶锦安也在 最后是他亲自动的手 我震惊良久 他竟能这般狠辣果决 其后便明了 他是在用孟元熙的命 向帝王服软时钟 表回头之意 期望再博得帝王几分心软吧 也不知这一世太子 是否有费复利的机会 京都平静的有些不真实 叶锦安虽被废除 可皇帝对他再无其他成见 众人也探不出帝王 是否另有深意 突然有一日 叶锦安扣向江府的大门 他说要见我 我在正听见到他时 却觉得 他与从前大不相同 周身气息分外压抑 甚至带了几分阴质之感 他问我是否真心爱过他 我答曾经爱过 只是这个曾经已经久到隔着前世 今生的岁月 我已记不清那时的感觉了 他扣着我的肩膀 情绪激动的对我说道 燕如 我后悔了 若是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 来日 我将百倍弥补对你的亏欠 前世他冒雨而来 夜寇江府大门 对我说的也是这番话 可我的回答一如当年 当日是你决然的说着不悔 那就应当明白落子无悔 覆水难收 我本性自由散漫 却在与你定下婚约后 甘愿被规矩置顾 而你转头爱上了那个肆意鲜活的他 从未坚定的选择过我的人 又怎配要我回头 即使今日我也不想提及 当初情斗初开始为他学了什么 做了什么 放弃过什么 前世执着过 抢求过 却只得到他的冷漠与决绝 我归来改变了许多事 却独独不愿更改我与太子之间的结局 这婚事就算他不退 我也是要退的 他看着我的决绝姿态 眼眶泛红 眼中布着红血丝 再无昔日身为储君的金贵气度 也无当日冷漠退婚的从容自持 此刻的他 嘴角挂着自嘲的苦笑 而后道 你不错 终是不不错 他恍不后退 转头离去 输日后 叛军入城 皇城被困 叶锦安返了 他走上了和前世一样的路 京都人心惶惶 乱军四处出没 各家紧闭门户 唯恐大祸临头 人人都以为江山会就此预嘱时 宫中消息传来 三皇子叶锦与率军平叛 护驾有功 而非太子叶锦安死于乱见之下 你如此迅雷不及掩耳之事平定叛乱 让朝中众人对这位低调的三皇子有了新的认知 可是他出手迅速 有刃有余 倒像是 早有预料 梦中捉鞭 我的心里闪过一个大胆的设想 却不敢再往下想 直到我亲眼见到他 他骑着高头大马 穿着墨色鱼轮锦衣 眉眼间隐约有不可逼时之感 微挑的剑眉自带沙发决断之气 这种灵厉的气场 不会轻易出现在一个低调内脸的皇子身上 却会出现在一位九居尊位的帝王身上 看着这熟悉的目光 我才确定真的是他回来了 我兴许万千 只见他翻身下马 脸了几分冷冽气场 朝着我缓步而来 眼眸间深沉四海 让人难亏深浅 轻笑道 别来无恙 故人相见 已是格式 目光相接的那一刹那 跨越了前世今生的岁月 我下意识的回应道 一切安好 他眉眼含笑 语气中带着几分难辨的复杂 那便好 在相逢 我们之间店员揉着短短几句 其他话竟不知从何说起 前世 我们是风与同城的盟友 我陪着他均临天下 今生 却只是形容陌路 聊问片语 老皇帝在经历废太子公辩之后 心绪欲竭 便病得越发重了 终是要时无一 在半年后离世 三皇子叶锦于登基为帝 改年号为清燕 和清海燕 盛世生平 那是他的宏愿 那日天子微服出访 降于江家 我正坐在栏杆旁 喂着池子里的鱼儿 却见他一身青山立于甲山之侧 我放下耳料 俯身行礼道 参见陛下 他穿花拂柳 恍不而来 抬手是一年礼 叶锦于没有开口 我便也不作声 只低头继续喂着鱼儿 血扬威洒 他就这样静静地坐在我身边 坐了一个下午 虽静你无言 却很是自如 仿若多年老有 不需掩语 也可互伴良久 直到暮色危险 他该回宫了 这时 他才温声道 朕的后宫上需要一位聪明的皇后 为朕定六宫 抚前朝 你可愿意 他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眸光明智在我的身上 满眼熄悉 希望得到一个答案 我摇了摇头 沉声道 不愿 他眼眸里的光顺时暗淡了下去 嘴角倾着淡淡的苦笑 眼神中却透着几分释然 似乎这样的结果 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我轻声道 陛下需要一位聪明的皇后 可是家女之中从不缺聪明人 而我并非是一个好的选择 将士出三代首府 兴盛百年 与其让将士成为外戚后卒 来日忌惮猜疑 不如让将士玉族继续做心腹纯臣 唯有如此 帝王安心 清晨家话放能延续 他嘴角的苦笑并未消退 只是淡淡的说 你总有你的道理 若不愿入宫 来日有何打算 我脑海中有一幅幅画卷铺开 浮现出无限向往 笑着道 我想去看漠北之地的速速飞雪 想感受玉华关外的烈烈长风 还想泛舟于姑苏西湖 驰骋骏马于茫茫草原 文言 他微皱的眉头 终是渐渐舒展开来 转而示然一笑 那便如你所愿 我离京的那日 有人自宫中而来 匆匆拦下我的马车 那人妖配长剑 恭敬扶手 将姑娘 陛下说那些大好河山 他不能亲至 便由你带他去看了 我遥望皇城 畅晚良久 而后应下 好 他又递上一块金牌 恭敬道 陛下说这枚金牌 便赠予姑娘了 见此金牌 如天子亲临 若欲不平之事 姑娘可自行决断 替我歇过陛下 我缓缓接过 抚摸着金牌上的纹路 只觉心头微致 我欲放下帘子之时 他又再次开口 陛下还说 他停顿片刻 沉生说道 陛下还说 姑娘若是有一天 在外面玩累了 看你了 这皇城的大门 永远为姑娘敞开着 不必了 我默默放下帘布 隔绝了视线 而马车缓缓向前 我心所想 接在四方 从不在珠墙内的方寸天地 夜景于翻外 那日在长街口遇见他 眸光向处的那一瞬间 我们便已知晓对方的归来 他离京的那天 我明明站在城墙之上 却不敢走下去亲自送别 就连那些想说的话 也只能命人转述 因为我怕看见他那毫不留恋的目光 也怕听见他那坚定的拒绝 更怕亲眼看见便舍不得放他走了 那日问他是否愿意入宫 其实我早就知道答案 却仍旧不死心地问一遍 得到了意料之中的答案 他不愿 这皇城是前世束缚了他的地方 他拼了命想要逃离 却在皇城内蹉跎了半生的光阴 他家在黄泉和江市之间左右为难 溃于后庭 激劳成疾 郁郁而终 死前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对我收为愿江市万全 自请废皇后之位 死后不入黄岭 只愿归葬南山 他想看那里春日百花自由地生长 冬日的飞雪自由地飘落 我成全了他的愿望 今天故事讲到这里 点击屏幕上方 查看更多我的精彩小说故事 证 证